今天有好发射 你看 冰猪 你看 我拿什么出来 冰猪 我带他冰了一个皇上 冰了一个皇上 这次我要薄衣衫 不是你这种菜都可以 我也不知道这种菜是可以做的 哇 这种什么菜来的 这种就是一种 杨丝 杨丝 我什么都 拿些布 以前呢 我拿一块布 没有水分 是这样 包住 塞进冰猪 我对你说 分蛋 不味 里面呢 水分 收光水分的 不是每一种菜都可以 只不过 哇 这种就是 杨丝 我拿出来给你看看 拿出来给你看看 别瞧 哇 我左腕 大概浸了 差不多 10 10 多个小时了 你看 今天就不新鲜的 不味 起码我浸出来 他有点旺旺的 完全 而且 因为它 吃得很久 我也不知道哪里吃 后来有点 忘了 后来 我觉得 哎呀 反正都不是新鲜的东西 爹丢了 哈 不好意思 我就拿一瓶的水 所以 将它浸 浸 浸 大概 应该 14 个小时 不可以浸 什么酒 因为我 我来不及来吃 所以 我就用这个方法 哇 我猜不到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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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美好美 我希望你们 因为我们现在 疫情 不可以天天去麻烦 还有弄好的东西 包括它的水分 干了 完全没有味道 当你发开来的时候 它可能会有点点烂 你看我 你看一下 哇 好美好美 你记得了哈 不是每一种菜 都可以用这个方法 因为每一种菜 不一样的 你要猜 什么菜 这种的盐丝 用这个方法 用水 浸出来 然后 拿一条布 啊 盖住了之后 那 然后呢 你怕它 掉下来了 拿起来 OK 啦 为什么要这样呢 我昨晚其实没有租 其实我觉得不太很好 用其不透支一参 慢慢给它冷气打进去 哇 你猜 OK 希望你们 我们要生鲜的颜色来测 OK 再来 吃蛋 吃蛋 吃蛋